最近看人民日报的一组数据 说现在我们都是晚婚晚育 平均婚龄是在24岁左右 相对来说很晚了 那么现在的离婚率的话 又是连续15年的最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最近这5年当中 结婚晚 生孩子少 生孩子的晚 离婚率还很高 所以人民日报就说了 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说现在我们鼓励生二胎 不生 然后大家年轻人 还不愿意这么早的结婚 都是25、26岁了才结婚 结完婚一想想 再晚两年再叫孩子吧 基本上这样的情况 离婚率还很高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了晚婚晚孕 不生孩子 丁克 而且离婚率还很高 甚至很多人保持什么 我一辈子就单身了 红鹤认为 其实社会当中形成这样的现象 是社会的进步所导致的 是改革开放所导致的 说改革没开放的时候 大家能离婚吗 都不好意思 说谁谁跟人离婚了 很不好意思 现在呢 现在说了就离 那是什么 人的个性化张扬了 特别是80后90后 我是80后 可能还有点约夫 90后的话 那就是个性张扬了 我个性我发烧我愿意 我离婚我愿意 我的生活我做主 什么父亲的语言 妈妈的教导 社会的责任 都跟没有 我没有关系 我开心 我幸福 我随意 我个性 我想离就离 现在有很多90后 可能因为什么动画片 网络游戏 大家就离婚了 甚至因为洗碗也离婚了 这是事实的 大家都看新闻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在落后了 还是在进步 其实离婚这件事情 个性这件事情 比如说警留后 我想辞职就辞职 裸辞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社会的进步 我们不能够用老眼光说 你看看你怎么会离婚了 那么我们应该什么 应该在追求每个人的权利的同时 也应该什么 让每个人离婚也能够有自由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用社会的道德绑架 说离婚率导致孩子的问题 单身家庭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现在你看一个班机 可能30个孩子 有十八九个的孩子 都是什么单亲家庭的 对吧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性开放 说你离婚了 你不结婚 依然享受那种性生活 性生活依然很在 这才是我们什么 我们不愿意结婚的原因 说男孩女孩憋的 没关系 咱们可以 你请我愿意一下 以前不行 以前你必须得结婚 我要跟你那个了 跟你哭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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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必须得结婚证 或者说以结婚的目的 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事情 现在就随便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生存的压力太大了 结婚 有房子吗 有存款吗 孩子出生了之后 有校区房吗 孩子上学了之后 能能办补习班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综合就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生活压力大了 工作不稳定了 创业也很难了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性开放了 性解放了 性自由了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是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体 个体的自由 个体的幸福 谁还考虑道德 谁还考虑社会 是不是这样情况呢 所以我们今天客观来看待这种数据 我们每年的结婚 大概是1037万例 而我们每年今年2017年的离婚率 是什么呢 是703万例 这基本上就再有一点就平了 是吧 所以这会产生一系列的什么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 这才是人民日报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预警的原因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身边这种现象 就可以了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生活状态 我们的个性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那这些问题谁造成的呢 是我80后造成的 还是00后 还是70 还是什么呢 你们认为这是什么造成的 我是红贺 喜欢红贺的呢 就多转发 多点赞一下 好吧 每天给大家进行聊天式的分享 你们喜欢吗 谢谢 赞一